我想當一個說故事的人 不需要漂亮的文字 需要的是親身經歷的故事 如果這是一部關於瓶蓋的小說 那正好 做到了起承轉合 2018年8月7號 白目的日期 白目的我 看著工作室對面被雜草鋪滿的水泥橋 我決定要來幹一件很蠢的事 在一切的開始 會想過他最壞的樣子 最大的代價 最高的成本 如果能接受 你就把這些甩在腦後吧 8月15號 那是我們第一次被回收場的 垃圾量震驚到 如果想要號召大家一起熱血 我們應該要深陷四足 在垃圾海游泳 為這個瓶蓋計劃 揭開序幕 最後的禮物 至我們的學生時代 至 2018 從來 第一次被派到關 抱歉了 環島 他是白昆河 擅長空拍和跌倒 2018它的能量和大五味的熱血 為我們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冒險 增加許多精彩故事 平蓋環島 來到了第一個地方 天氣太糟了 國中同學 因為我們家樓下大樓有垃圾 我就可以是粉絲 現在這一站是我的國中班導 跟他講你們的影片 然後說 畢業的優秀學長 要做的怎麼樣藝術牆 我們等於是要走路回家 趕快沒有上去 大家喝完然後把它撞起來 好可愛 環保志工 台中加上環保志工 剛剛那個整個有活力 有活力 直接是一個正能量的Punk 是一枕箱嗎 真的還回收場就在那邊 哇塞 枕箱也太多了 對 我有在這邊進階過三次 謝謝你 謝謝你 還同樣顏色的耶 余智玲老師跟我講 然後我就電視牆很多 加華高中 一個學校的人數 在一個禮拜可以製造多少的保證 製造多少的評價 就可以知道 台灣製造保證評價速度有多快 看到之後的異客的評動 準備10個問題在問我 欸你們有女朋友 剛剛才認出 可以蓋一下女朋友 快鬆 一個一個慢慢減這樣 掰掰 一個人捐10個人 10個人就有100個人 剛剛說要收集 他用人去幫我騎這樣 接下來就要很Chill的台東了 費家鎖工水餃 你是要來那個瓶蓋嗎 對對對 我們學校一份開放 真的假的 真的假 環保的寶這個字 就是一個人加一個呆 所以如果你要夠環保 你必須成為一個呆呆的人 用心做 出發 對我們來說 每張臉也都是一閃合過物 但見這一面之前 他們需要留意身邊每一顆瓶蓋 走上街慢慢搜索 跑到回收場親手轉下 更有熱心的召集人集結大家力量 在學校 社區 大力宣傳 來不及好好表達些什麼 就繼續了流水漲的環島 所有感受 又在結束後慢慢取決 除了收集 這趟旅程也到了幾個公園和廣場 用瓶蓋 玩出大型圖案 空拍不能飛 直接借來的梯子 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要想辦法 不能停在那邊 到時候回去有人問我說 白布你白不白 你越來越黑了 因為我越來越有故事 每一個色階代表 每一個故事 最後一天啦 突然沒有在那邊開玩笑 Oh yeah 兩個瓶蓋 不容易找到兩個 你問我意義嗎 我當下也沒得想 先坐再說吧 一台自由勾勒處的夢想巴士 帶著我們開始的這趟環島 經過平時給我們各種挑戰的台中 在花蓮用山和水 變出一個溫暖的家 勢在人為 讓我們卻誰也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 就知道在這條路上 我們不會就此停下 從環島回來之後 我們每天都會收到大大小小的包裹 太誇張 太誇張 他有瓶蓋的數量 紅色三爪 紅色四爪 橙色四爪 他把我們環島每一站 現實動態有PO的照片都寫出來 天啊 那是很好猜的 這是 unbelievable 這環島的最後一站 台北三萬多個 請勿丟 他會不會是放在某個公共場 然後大家收集 然後跟大家說不要把他丟 喔 現在是女生哪 有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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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這是硬的耶 什麼意思 我要翻過來囉 哇 是差 太誇張 除了各地來的包裹 我們也花了好幾週 在各大回修廠慢慢的轉盤蓋 放收集商在學校 也有飲料廠商 把準備要報廢的瓶蓋送給我們 最終 在不製造更多垃圾的這個目標下 完成了十萬瓶蓋的收集 超綜藝過來的 你在執行什麼計畫 燈色計畫 你剛剛看到的那些顏色 是所有瓶蓋裡面最珍貴的顏色 他們現在是通氣飯 但收集完之後 才是真正土法煉鋼的地獄 每個瓶蓋都要洗乾淨 每個顏色又要再細分成十四四五個色階 所以這工程需要多少時間和耐心嗎 真的 只有做了才知道 水泥沙 磚塊 加高 牆壁 今天是我們的瓶蓋上牆第一日 第一顆你不講一顆什麼感人的話 然後就直接貼了 最後一顆才要講感人的不是嗎 每天 會有來自各地的小幫手 主動來幫忙 洗瓶蓋 分瓶蓋 貼瓶蓋 以及一大堆預料之外的辛苦事 超過四十個人 睡了我們工作室的地板 每個人帶著不同的期待過來 在灑鹿的小空間裡 做一件愚蠢的事 四巨 你今天排一下子的醬 你覺得會累嗎 不會 你是有成就要感人 還蠻爽的 很療癒 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早餐店阿姨 是怎麼自己吐濕的 超懶超懶 大家知道我們一開始吐Silicon 可以把它塗得多醜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是早餐店阿姨 第三次來自瑞盛 你說今天要幹嘛 我今天要把他幹掉 你要把整面夾過 你要把他幹掉 所以今天 我講我喘 給我亮一個頭燈展示你的覺醒 你看看這個光明 就是我的心 大概有過好幾次這樣的興奮 但終究未能把它完成 完工日一再延後 因為總有某些顏色的瓶蓋少了 分顏色的速度稍微慢了 牆上的螞蟻出來亂了 為求完美 圖必須改了 又或者 沒錢買Silicon 沒想到這邊 原來是要分得那麼細 我們必須一種顏色 然後它有很重 因為是我們親手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其實 放了很多的感情下去 精神還有我們的感情都在上面 所以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覺得還好吧 就實體蓋而已 然後做一點之後不行 再做一蓋就可以死了 就是要實體操作的時候 你會知道 這很厲害的 能一直保持 自己初衷的人很想 自己跨出內部 想要做一件 很有勇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很需要 給人去實體完成 我不是真的要講我們 是多環保或怎樣 因為其實我們 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完全落實 但是我們會想要 從一些細節 慢慢開始成為習慣 用瓶蓋來弄一個藝術的牆面 然後也跟人家說 真的走到回收場去看 可以看到多樣的生活 真的很多人願意 就真的走出去 以前講到環保 就覺得距離很遠 可是我們把它拉近一點 讓它晚一點東西吧 一來兩天 可是我們已經做了很久了 就會覺得 不會一直永遠 都是在那個 很感謝和滿足的狀態裡面 一定有很煩躁的時候 然後這件事情 沒有比較快速的方法 掰掰 剛剛送走了 我們的第一個小豐獸 瑜伽 他會找到更好的方式 來洗瓶蓋 分瓶蓋 甚至是黏上牆 我覺得他對事情 很細心很敏感 他感覺不是那種 很大方 會主動跟別人講話的人 當他在說他自己的夢想 或是他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是很有自信的感覺 想法誕生 第一次到回收場 電音淨灘收集 環島開始 第一顆瓶蓋上牆 達成10萬瓶蓋 加高牆壁 完工 這四個多月以來 有超過200個人 不只在螢幕前為我們加油 而是真的起身 為這面牆 貢獻小小的一份力量 瓶蓋環島加油 環島過程在花蓮遇見的媽媽 那天的笑容 那天的羈絆 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第一位小幫手 你好 有些人是因為我們的影片 才來到這個地方 為自己迷惘的生活尋找答案 但其實從你們身上 我們得到了更多 掰掰啦 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好 掰掰 掰掰 不能為你們做些什麼 但會一直記得 希望能在下一個 更酷的地方相遇 許多人並會出現在這支影片裡 甚至也沒有一張合照 我們將所有從收集 環島 寄包裹 貼瓶蓋的所有名字寫在背後 它被貼在瓶蓋與牆壁之間 不被看見 代表我們誰也不是這件事的主角 但我們一起完成了 謝謝大家 因而 學生 畢業 交往 低潮 工作 結婚 到老 當一件事沒有捷徑 你會用多大的耐心堅持下去 當瓶蓋大小不適合牆壁 你會捨棄之前的努力 拆掉重新 還是不完美的繼續 感謝瓶蓋圖總指揮回收 感謝瓶蓋圖的創作者大嘴 幾個月以來被瓶蓋殘神 卻始終沒有想要草草帶過 把精神和情感完全透露 人生確實難 人生也確實好玩 你怎麼看 對了這部片子真的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喜歡的朋友拜託 可以的話幫我們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可以分享一下謝謝 ова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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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線是樂 人生好燃 pic 但很好玩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到錶站上面去填 我們的手作衣服 手作帽T 還有這一套帽巾 我希望我們的東西 是可以帶一點精神在裡面 可以在人生生活中激勵到你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謝謝